大家好,我是邱在西雅图,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从几年前开始进入爱马仕世界,也算在爱马仕里面摸爬滚打了几年了,当然,在我的几只爱马仕开箱市亭里,我永远都会告诫大家,我只是一个喜欢爱马仕的普通人,比起那些家财万贯的富婆,我普通倒不能再普通了。 但是,每个女孩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只要你能力所及,你也有拥有爱马仕的那一天。 今天,我的视频将给您展示我的凯莉和Burking Bag的合集,我将从她的历史起源,文化,规格,以及她们的实用性一一到来,希望可以给您一个大致的启发,让您在选择上更加明确自己想要的那一款。 爱马仕作为一家超豪的奢侈品时尚大牌,从1837年,在巴黎开设首家奇马用品店以来的一百七十多年来,就一直以精湛的手工工艺和贵族式的设计风格,立足于经典服饰品牌的巅峰,无人其极。 它奢侈又保守,尊贵又不张扬,每个作品都弥漫着浓郁的以马为文化中心的深厚底蕴和超凡卓越极致绚烂的设计理念。 Burking和凯莉一直都是时尚界长胜不衰的宠儿,在市面上常用到的特殊皮质主要有鱷鱼皮,鸵鸟皮,蜥皮,蛇皮,蟒皮,蟒皮,珍珠鱼皮等等。 那爱马仕,Burking和凯莉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一款就是我们所说的凯莉,那么这一款就是我们俗称的Burking,这就是这两款最经典的凯莉,凯莉包是一款极具传奇色彩的经典包包, 1956年LIFE杂志封面,摩洛哥王妃Grease Kelly拎着最大尺码,以鳄鱼皮质的Kelly Beck,扮演着她以怀孕的身躯,流露她闪亮妩媚的女性美。 这也叫人难忘的封面照,使凯莉包悬起狂潮,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标志,并影响至今。 Kelly包最初有28,32,35厘米三种规格,1968年推出迷你Kelly包,1980年增加了40厘米的新款。 1970年后所制造的爱马仕Kelly,均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标记,于背带内,当中纯字母代表工厂,之后为年份,最后的代表制造工匠的编号。 当爱马仕Kelly包需要维修时,便依次编号,交汇给该工匠处理。 Kelly包一般会采用外缝和内缝两种方式,内缝会让包身看起来很柔软,而外缝则让包包看上去挺阔。 现如今,制作Kelly包的材质多达33种,颜色超过了209种。 爱马仕Kelly包成为了最火爆的奢侈品包包,销路好到没朋友。 一次飞机上的偶然交谈,让爱马仕Kelly包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也许有很多事物都像这样,在不经意间成为经典。 有钱女人用它来炫富,没钱女人将它使为遥不可及的神物。 无论怎样的女人,都逃不过这些经典包包的魔咒。 让我们一起走进working包的奢侈世界。 爱马仕Burking Bag是制造商爱马仕于1984年推出的一款手提包。 这款包是以英国歌手Jan Burkin命名的。 它的尺寸有30、35、40、45厘米的四个不同的选择。 皮质却有90种不同的素材与颜色可以选择。 牛皮、羊皮、猪皮以及比较珍贵的鳄鸟皮、鸵鸟皮及蜥蜴皮。 Burking Bag采用的都是经过细心甄选的一张完整无瑕的皮革。 完全由同一位工匠使用双针缝制工艺手工制作完成, 对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 确保每个Burking Bag都制真完美。 兼具优雅与实用于一身的Burking Bag, 不仅能够充分展现出现代女性的能力与自信, 尤其在休闲之时,适合旅行登机的Burking Bag更是异于佩搭并充满时尚感应而受到大众侵挨。 另外,由于Burking Bag的容量大, 异于放置文件,也有许多追求高品位的职业女性把它作为功能包来使用。 Burking Bag有软包与硬包两种款式, 由于Burking Bag和Cali Bag同样是由马鞍带演绎而来, 因此外形有些相似, 不过不难发现Burking Bag的带身, 较开力包宽且深。 手提包的盖带也修饰成潇洒利落的三片状, 较开力包洒脱豪迈。 我的开力是28, 三大金刚最难拿到的金棕配色, Gold Colored Gold Wear。 我的开箱视频在这里。 详细介绍可以去看我的开箱视频。 今天我们这里讨论更多的, 试看哪一个更适合你。 以我的使用经验, 适合任何场合。 我曾经带她去过几次大小型宴会、party, 没有任何难度的搭配所有服饰。 又不炫耀, 又不失身份, 可以让你一眼成为场上的焦点, 却不张扬。 可以拆卸的肩带, 方便你腾出双手, 简直是超级超级方便的。 我的Burking 30也是金棕色, 因为我太喜欢这个颜色了, 所以我准备把我的三大金刚全部都买成这个颜色。 因为疫情, 我还没有太多的时间带她出去, 只是在我的生日小party上带她出去过一次。 这里是一些照片, 而且那一次还赶上了下雨, 让我真切体会了一次给爱马仕包包穿雨衣的经历。 我本来是想等我的Constance金棕, 我的下一个cord包包一起来录制这一集, 但是从疫情开始, 等到现在都没有等到。 我刚刚约了我的Sales要到3月7号才可以去店里, 我真的希望那一天她可以给我个惊喜, 因为这个Constance我也是等了有半年以上了。 所以我在这里要吐槽一下了, 我看到有一些YouTuber说在爱马仕零配货, 我是不会相信他们的。 我用我的真实体验告诉您, 至少在西雅图你是做不到零配货的。 我的Kelly和Burkin都是相当于1比1.2左右的配货经历才可以拿到的。 所以那些告诉你零配货的人, 我们全且可以相信她, 但这里面的关系我就一定不会相信她, 因为我看过他们底下的留言, 当你一问她是怎么拿到的零配货, 她说不方便回答你的问题, 干脆或者就不理你了。 所以我在这里可以郑重其事地告诉您, 零配货,不可能。 加上疫情发生之后的停工停产, 如果还有人告诉你零配货, 我一定认为是骗子。 这里吐槽一下是不想让您产生误解, 爱马仕的世界进来了才知道它的步骤, 非大富大贵, 你就是要一步一步慢慢走来, 娱乐其中。 我喜欢我就买, 不喜欢可以慢慢等。 看一下我的Burkin包包吧, 它是金棕色, 金扣30厘米, 我的开箱视频在这里。 详细介绍可以在开箱视频里找到, Burkin是我去年8月份拿到的, 政治疫情期间, 这个包包也是经历了等待好久的一个过程, 按照正常的时间, 这个应该是我2020年底就应该拿到的, 但是一直等到了2021年的8月份, 后来我又开始配货, 准备买Constance。 其实我的配货早就到了, 也放了waiting list, 但是到现在因为疫情的严功, 我始终在等待着, 所以我今天只好先录这一期, 只有凯利和Burkin的合集和使用经验。 我这里准备了一些日常的东西, 现在就分别放在包包里, 给您展示一下它们的容量是怎样的。 我的长款钱包, 短款钱包, 各准备了一个, 我疫情上班都不带化妆包了, 所以我只准备了口红, 手霜, 还有一个粉饼。 基本上现在出门就是只带这些了, 还有耳机。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把这些东西分别放在Catty和Burkin里面, 看看它们的容量是什么。 对于您以后想要Burkin或者Catty, 都有一个很好的展示, 哪一个更加适合您。 那我们现在就先放Catty吧。 我就现在要把长款钱包放进去, 我的卡包, 粉饼, 两只口红半, 一个手霜, 我的手机, 放进去。 这些就是这样, 可以看一下, 很空荡, 里面还有大把的地方, 所以这个包包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 放进去的话就是这样, 低了着, 一般我不喜欢背肩带, 那我现在把长签夹拿出来, 小钱包, 你可以放小钱包, 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它的空间就更大了, 看到了吗? 那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 我们试一下Burkin bag, 我们试一下Burkin bag, 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吧, Burkin bag里放一下, 这个是长钱家粉饼, 里面还有这个手, 然后手霜, 在那个包里, 口红, 一个粉条, 手机, 好了, 那看一下, 超多超多的空间哦, 可以这样看到, 可以这样看到, 我们把长钱家拿出来, 放一下这个, 在里面那个空间, 你可以看见, 真的是很大, 我的身高一米六五八, 我觉得我的身高真是不太适合二十五, 我觉得二十五对我来说有点太小气了, 但是我的下一个Constance, 我一直还在等待, 我希望三月七号我去见我的Sales的时候, 他能给我一个惊喜, 因为我觉得我等太久了, 就在这儿又吐槽一下吧, 这两款包都是非常非常能放东西, 我刚才把东西都放在了凯利和Burkin包里头, 所以你也会知道凯利和Burkin的区别, 就是凯利包是有煎袋的, 但是Burkin包就没有煎袋, 看到这里, 那您是喜欢凯利多一点, 还是Burkin多一点呢? 希望我的视频可以给您一个答案, 以上就是关于爱马仕凯利和Burkin的一些历史渊源了, 每一个高贵女人都应该有一个爱马仕的Burkin和凯利包包, 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 数据表明在过去几十年间, 爱马仕Burkin包市值每年增长14.2%, 完全打败了标准普尔指数500和黄金价格, 看来投资爱马仕包包可比股票稳定多了, 这里开个小玩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的视频能让您看到这里, 说明您也是个爱马仕的真爱粉, 那就别忘了点个赞再走吧,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如果您有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这个视频的最后, 我正好今天收到了一个package, 加一个小的开箱视频, 那让我们看看我开的是什么东西吧, 我先肯定的说不是包包, 是Chloe的一双靴子, 我还买了一件它的jacket, 和这个一起来开箱, 是这一双, 这一双, Chloe的, 它应该是防水的, 就是有点像雨靴, 我看了好久了, 像这一款冬天下雨或什么都可以穿, 它上边是一圈羊绒,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穿正好, 我订了一双, 是没有这个羊绒的, 那一双是38号, 我平时穿着穿38号, 但是因为它是欧洲缓码, 都相对小一点, 和美国这边, 所以我定想了, 我就把那双给退了, 好, 这一双是39号的, 所以也是我的号码, 那我今天就借着这个视频, 把它给开一下箱, 是我的风格, 那好了, 我今天临时, 真的是临时加的, 因为收到这个箱子, 我临时加了这个开箱, 我要去, 现在去拿一下我买的Chloe的这件jacket, 就是这一件jacket, 我当时试的时候, 我很喜欢这件衣服, 买这双靴子, 配这个jacket, 这件衣服很休闲, 配这双靴子, 那么在这一支视频里, 我就不放我自己穿这件衣服的图片了, 模特儿穿的照片放在这里头,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临时加的一个小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记住, 如果你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点赞订阅分享, 那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